平川说论镜天天良不说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打来一场精彩的对抗 由人组对抗兽组,简称人寿大战 那本场对抗在网站上被评为是非常精彩的一场对抗 我们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地图选择的是NI,北部猪岛 出生在地图右上角是蓝色的人组 来自于韩国的顶尖人组SOK 我们称他为一毛饭 那一毛饭的话 前两年好像成绩还很不错 但是最近一年比较喜欢整活 大赛成绩倒是比Chemical差一点了 我们看一下这一次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左下角一名红色的兽组 来自于欧洲的兽组玩家 这个ID不太认识,见的不是很多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手法英雄 兽组这一边手法的是先知 依然是版本答案 先知配猎头,戳戳戳戳戳戳 好,我们看一下人组这一边 最近欧洲这一边人组打兽组 这个牙签流打得真的是很暴躁 很多人组在各种网络平台发表言论 表示非常难打 真的是想吐血了 我们看一下这一局一毛饭 好,改打法了 我再也不受罚大法师了 我这边选择的是山丘 可以的 山丘到时候主生一个敲地板 你是一对猎头 我跑到你中间敲个地板 猎头一直接半选 这一局人组改套路了 我们看一下兽组到时候应该也要转一下形 好,英雄出来的话 先知 我们看一下双方是不是选择练级开 还是选择骚扰开 这里山丘的话还是选择练级 练一下门口的332 确实山丘这个英雄还是比较吃短级 练到三级之后 那就很潇洒了 先知的话也是选择练级 练一下旁边的一个小鱼人 家里的话还在产猎头 这里没有用大计过度 直接出猎头 那步兵的话也是侦查到了一切 诶,听说你喜欢出猎头 那我山丘就很开心了 一锤一个猎头 先知第一个点 打了一个智力加三 这边继续练 山丘的话是整了一个纸黄 这里也许练一下小鱼人 双方的话 哇,山丘人族居然直接升本了 没有选择去开分框 确实开分框的话 遇到兽组这个牙签那么多 不一定能开得出来 先知看一下这第二个装备 打了一个眼睛 这里继续练 刚好到二 然后去骚扰一下对方练级 受阻这个节奏还是蛮舒服的 山丘也到了二 这里被打了一个敏捷加三的 四万 先知 诶,完美错过了吗 这边先知 过去看一下 发现对方这个点没有练 这个点没有练 意外的没有开分框 过来的话 猎头一看到山丘 八队就跑 这绿锤一个猎头 这里赶紧跑 我看一下 人组有没有伸好这个顶盾 暂时还没伸好 一个锤 来一个围杀 这里卡一下位置 不让对方围住 小细节还是很不错 这边猎头往这边方先跑 另外的猎头往这边方先跑 这里步兵暂时还没有伸好顶盾 山丘又一个锤 要不要提前卡一个位置 这边先知有闪电链 哎呀 你猎头还没有A链 我这边闪电链 先把你的步兵干掉一个 另外一边 这里反杀对方一个猎头 双方一换一 但感觉还是 还是兽足稍微有点小壮 这里山丘又一锤 但是山丘没有蓝了 没有蓝 后面的话两头狼疯狂的输出 你山丘 能不能全身而退 还是一个大的问题 现在暂时没有锤 这个猎头的话 你还是不太好杀 我们看一下 双方的一个科技 人组的话 本身了三分之二 兽足的二本 剩了一半 稍微慢了一丢丢 这里步兵伸好了顶盾 猎头是打不过这个顶对富特曼的 那猎头赶紧跑 先知暂时没有到三 到三级之后处理 这些步兵就比较好处理的 这里还要追吗 我们看一下猎头要不要自杀 这里戳一下 把野怪给戳起 山丘 三丘不会没了吧 八级猛马人 来一个围杀 刚才的话 用血捶了一下 这里赶紧跑赶紧跑 哎呦 这个猎头不能随便追啊 差点把自己给追没了 那另外一边 先知的话 好开始转大计了啊 转一下大计 猎头会稍微有点扛不住 再打下去 山丘一到三 真的是搞不过对方 那这里兽足 我们看一下 开始转大计了啊 这边双电一燥 奥本马上升好 人足奥本升好之后 哇 转火枪 转火枪 然后二发一个血法师 血法师呢 主要还是承担一个工具人的作用啊 随时给自己的山丘输送一些魔法值 现在先知也是赶紧赶紧补一下 大等级到三三级之后很好处理对方的一个富特曼了 那接下来人足转火枪 看看兽足会有没有什么打法变换 转火枪的话 兽足一般比较好 就是二发一个老牛 到时候用先知的闪电链 再加上老牛的冲击波 消耗一下人足的后排 好 先知这边链的差不多 看看山丘 山丘的话状态一补 这里升好了顶对啊 这个大点可以链掉 顶对富特曼一顶 你说也可以说变成钢铁一下 也可以说变成美国队长 好 看一下这里先知 可以马上到三了 山丘 另外这个点差不多也到三级 看这个六级的兵具魔都军 能处一个什么好的装备 人足二本身好 那薛法师走出了祭坛 薛法师也是偷偷一个工具人 行了 山丘到三 然后你再慢慢过来 另外一边 看一下先知也到了二级 刚才的话是打了个大雪 二发的确实是老牛 我们看一下老牛技能有没有点 暂时没有点 山丘的话 反正现在是二级敲地板 一级的风暴之锤 但这个时候兽足转打法了 猎头没有怎么出 开始转大技 老牛一技能还是升光环 光环 打二级的话 再点一个合适的技能 先知到了三 一夜了 去骚扰一下 这边薛法师继续当工具人 人足的话是南雾再出 火枪再出嘛 火枪终于开始出了 先知过来反抓一波 哇 这里状态不是很好 先知被捶 闪电链要不要交一下 闪电链一交 这边南雾赶紧跑 二级狼还是有点猛 狼赶紧跑 先知继续继续去追 这里薛法师到了二级 非常的不容易 牺牲了非常多的步兵 终于也是到了二 好 我们看一下老牛 双线也是到了二级 老牛固然 主生的是冲击波 冲击波打对方后排的一个火枪 还有一些男女巫 如果说这个人走出破法 那狼牛就不太好发挥了 好 狼的话继续咬一下这边残血的步兵 那双方这一局的话打的还是比较的激烈啊 在进攻的同时 手足直接扔下第一个分框 这个分框开的有点早 二百一号直接开分框 好 我们看一下 兽族的话 在开分框的同时 这个进攻能力也是比较的强啊 一直用了 去骚扰一下人组练级 然后自己大步兑 哎 又偷偷找一个零练级啊 主要还是把老牛送到三级 三级之后 老牛有二级冲击波 配合先知的这个闪电力啊 秒对方的后排会比较的强 这里先知也非常自觉啊 让一下惊艳 哎 我们看一下 兽族又开始转型了啊 出飞龙 确实人组的话 火枪这个打法 有一点问题啊 就是你虽然正面很强 但是机动性非常的差 这个时候 如果说兽族转移队的飞龙 去你家里各种杀农民 那人组真的是痛不欲生啊 有一些人组 就是因为这样分兵不太好 分兵啊 多线不太行 老是打不过一些兽族啊 打的比较聪明的兽族 好 我们看一下兽族分框 马上开好 无意有直接两个城防塔起来 城防很早就升好了 先知回家 补了一下进化药水 双兽兰 现在是点了一些飞龙 飞龙机动信号 当然人组出火枪的话 正面也非常猛啊 主要是看兽族后面 英雄等级能不能起来 英雄等级起不来的话 处理不了 主要还是靠这个闪电 还有这个冲击波 杀对方货牌 飞龙点火枪肯定是点不动的 那飞龙还是打一个机动性 好 我们看一下兽族 现在等级练的是老牛 马上要到三了 这里直接找机会过来 哎呀 没有小约人了 如果有的话 刚好可以送到三 人组 民兵一敲 哇 人组直接过来 就要去拆兽族的分框了 这里狼卡位置很细 直接把这个火枪给点掉 火枪点掉之后 这里再杀一下 你这边的民兵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人组大部队 已经冲到了 这个兽族的分框 这个分框 应该是开不起来了 直接取消吧 还要好吗 还要好硬修 但是修不回来呀 哇 小农民 准备好了 就是要修 反正就是为自己的大哥 这边的话 大哥已经在人组 主框开始图笼了 唯一的塔被拆掉 闪电链一交 那冲击波再一交 冲击波再等三级 三级之后有二级冲击波 哇 这一个冲击波 人组感觉农民会瞬间杀光呀 这里还在强拆 还在强拆这个分框 好 拆的差不多了 赶紧回赶紧回 老牛又一个冲击波 哇 又瞬间倒下了三个小农民 这边是赶紧交一个TP 这一波人组很伤啊 你只不过是拆了兽组一个可有可无的 是吧 一个分框 但是你主框的农民 哇 杀的有点多 杀的有点多 这一波打完之后 兽组只要不停的跑家 不停的图农 你人组真的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人组用的方法就是造塔造塔 我先把塔给造起来 但是呢 这两个也只是圣塔呀 圣塔的话 主要是对付一下这两个英雄的技能 是吧 然后这个飞龙还是很难搞 我们看一下兽组 有没有着急过来好没有 先练个点 补一下状态再过来进攻 兽组的话 最近的打法确实跑家跑得很舒服 这里还是想开分框 哇 兽组直接拜人组旁边开一个分框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哇 这里拉两个步兵继续去侦察 应该会这个点看 我故意造给你看 固意兽组是故意这里造个塔 我还想在这里开分框 其实在这边又开了一个分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点练完 老牛整了一个什么好的装备 闪避护斧 这里的话有一个大雪 飞龙单独分开来 哇 这又要开始整活了 猎眼披风不要吗老牛 这什么情况 这双线操作的太快了啊 装备都没有要 这里点 就通过这个机动性点你的小农民 你这边火枪要慢慢跑过来 反正你这里大部队守家 我就撤 这里火枪 这里火枪能点到一个飞龙被捶晕了 干掉一个火枪 干掉一个飞龙 但是三个飞龙直接在上面等你 你又不敢走 你一走的话对方就过来 然后兽组就趁此机会在外面 疯狂扩张 这里能看到了吧 一个烈焰披风 刚才的话被野怪挡住 没有及时去拿 这里继续开分框 这兽组一口气放下两个分框 有可能第三个分框也放 哇 这一局兽组打得 应该说牵制打得非常的好 这里你火枪赶走吗 飞龙看看要不要找个机会 继续去进攻一下 有一个飞龙被解锁了 这里人走两个步兵继续去侦查 那应该是发现对方还想看分框 这个分框是开给对方看钓鱼的 这两个才是真正的分框 我们看一下两个步兵 有没有灵性往那边冲一下 先知在前面堵了 不让对方去发现自己的分框 A下一个 A下一个 再A一下 打掉两个步兵 这里先知二级 那老牛马上要四级了 四级之后意味着有二级的光环 跑得非常的快 人组这里继续补等级 人组虽然说现在部队不是很多 但正面还是很强 兽组两个分框已经快好了 这里个小古宫也是随时待命 只要木头一够 还可以再任意分框 然后大部队兽组续练级 双四的一个等级 人组是四三 英雄等级兽组领先 资源的话 兽组领先 果然第三片分框也放下 比赛进行到十三分钟 马上要形成兽组四框 达人组单框的一个局面 这看起来的有点恐怖 我们看一下 这里山丘赶紧不等级 山丘的话四级半 血法式也到了四 双方英雄等级差不多 双四 这里兽组抓了过来 这部队不是很多 冲击波一放 飞龙真的敢打吗 对方女巫捡个速 贴个加速赶紧跑 老牛被捶了一下 这里山丘提前卡一个位置 继续后排消耗一下你的男巫 先知还没有赶过来 飞龙的话掉血有点快 先知终于来了 老牛 老牛身上没有蓝了 这里虚无保一下自己的一个男巫 二级狼一招 这边闪电链继续消耗一下 人组部队有点站不住了 男巫最后一个马上也倒下 现在人组仅剩两个英雄 三个火枪 不过兽组的部队也不是很多 主要是先知这个状态还行 好 山丘踩个地板 这个时候 火枪赶紧跑 现在英雄 英雄的话还是人组比较强 兽组英雄打不过 只能杀一下你的兵 三个火枪赶紧跑回家 赶紧跑回家 这一局感觉人组巨大劣势 对方都快四块了 你猜一块 然后正面你人组好像还打不过 这怎么玩呀 我们看一下 这一名欧洲兽组打的是真的不错啊 看一下老牛 四级往前冲 好 人组的话出了一个飞机 可以的 这一波飞机挣扎会做得很好了 步兵的话很容易被对方给抓 那这个分框开好 这个分框也开好了 这个分框也差不多了 兽组四块 打人组的单框 这怎么玩啊 现在人组机动性非常的差 加里两个圣坦 火枪继续出 到时候看看要不要多出点飞机啊 飞机打飞龙还是比较好打的 先吃打完这一波 看看终于想到这个装备没有拿了 哎呦你也是真的是的大度 一个大装备没怎么样 这个装备还是给老牛好 不过这一局的老牛啊 主身不是踩地板 那你也没有机会跑到对方队伍中间 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这个装备是卖掉呢 还是给老牛 这里人组还是盯着这个框啊 这个时候受阻的话 其他两个地方分框开了 这里飞机终于发现了 哇大事不好 感觉被对方给套路了 对方的分框有点多 那受阻这个分框取消 这里的话一个锤 留下一个狼旗 老牛冲击波一冲 先知闪电链还没有放出来 直接被吹起来了 山丘升到了五级 这一句人组就靠英雄来玩了 火枪不太行 还是靠英雄 英雄五级山丘 呜呦敲个地板 我们看一下山丘 这个三级的敲地板是真的吗 二级敲地板可能把你猎头给敲完 但是我三级敲地板 而一敲你的大技还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削法师随时抽篮 随时补篮 把一个锤留下又留下一个大技 这一波的话 人组双英雄这个配合确实非常的不错 老牛看先知的话 哎呦先知离五级还有点远啊 这一波的话 人组杀了兽组很多单位 但是兽组并没有杀到人组什么单位 这一波人组继续往后撤一下 这个框还要开吗 暂时没有 反正现在行团是三框 打人组的一框 人组也要开分框了 这不行啊 如果按着对方的节奏来走的话 会很伤 差一点就四框打一框 幸好兽组还是第一时间 还是人组还是第一时间 把对方的这个框给打掉了 好我们看一下 现在人组 哎 想过来列一下分框 突然发现 哇这也有一个分框 哇 兽组的话 这一波分框开的有点秀 人组看了这个分框 估计吓一跳 我的天哪 对方真的是分框无孔不入 好这里特意出了一个小炮 小炮的话 拆建筑能力有点强 现在兽组是一心扩张 导致自己的兵力倒不是很高 嗚呦 这边七八个小虎咕 再踩一脚 要全部没了 山丘 这个三级的敲地板 不是说着玩的 哇 这一局高等级的山丘 玩起来是真的爽 老牛 好又开始打正面了 现在兽组被迫打正面 打得赢吗 现在人组英雄等级有点高 双五的一个英雄等级 兽组的话只有双四 好这里大击疯狂卡位 想把这个炮法师杀掉 自己给自己来了一个虚无 人组加里民兵敲出来 这一波正面 双方打得非常的惨烈 这里卸法师身上的蓝有点多 可以给自己的山丘输送一脸 然后山丘前面往前一顶 敲个地板 哇 舒服 这一局人组阵型完美啊 一直完美拉扯 兽组的话一直追杀对方的后排 但是你杀一个难物 杀了自己非常的残 五四级先知 直接被山丘给踩死了 卸法师交一个回程 这一波团战 人组完胜啊 人组完胜 意味着兽组这个分框又要掉了 这一下子掉两个分框 有点伤 兽组我们看 现在还有几个分框 现在有一个 这个分框很危险 人组分框马上要开出来了 哎 人组慢慢把局势给打了回来 这本来是林一开的局 现在差不多打成五五开了 两个小炮 他建筑非常的快 兽组还想过来保 哎呦 狼奇过来 山丘等级太高了呀 完全没法处理 你狼奇最多就砍一下对方的后排 这里人组阵型也非常的 非常的谨慎啊 拉扯的很好 这里的话 血法师 血法师上有个无敌 无敌一交 这里山丘再敲个地板 哇 你大技皮草肉厚啊 在我三技敲地板的面前 还是脆的跟纸一样 这里火枪和小炮 疯狂输出 血法师再交一个TP 这一波人组团战 又打赢了 虽然说人组叫这个TP 但是战随方面 还是人组很赚 人组的话 在正面拆对方分框的同时 自己慢慢也是把分框给开了出来 相当的不容易 好 英雄短期方面 老牛 我们看一下 山球已经快到六级了 这边老牛还没有到五 这几波团战 兽足创的战损不是很多 先知两个攻撞 刚才的话 大典又打了一个 又打了一个DK的邪尔光环 这边好 练义披风 终究还是卖掉了 用处不大 补一下状态 现在兽足的问题就是地面部队站不住啊 对方五级的山丘太猛 马上要到六级了 这踩地板三级踩 两踩两下 大忌完全就扛不住 好 我们看一下 现在双方一个人口 兽足50人口 700多块钱存款 人足43人口 100多块钱人存款 那兽足现在的钱还是多 毕竟刚才的话 是把三矿打人家了一矿 差点四矿打一矿 现在形成了一个双矿打双矿的局面 再加上兽足这边英雄等级有点落后 感觉兽足的话有点劣势了 人足继续过来拆 山丘又开始要敲地板了 哎 兽足选择回城 这一波还是想打正面 人足会打吗 人口方面的话 兽足是领先的 山丘位置很好 上来敲个地板 哇 这兽足全员被踩 山丘 山丘 继续踩吗 继续踩吗 这里再杀一两个大忌 这边升到六级了 六级之后就天神下反 这里狼气 狼气操作很细 一直往一下山丘 让山丘靠不过来 山丘关键时刻到了六级 六级之后一丝血 马上天神下反 天神下反 哇 又踩个地板 这边大忌有点扛不住啊 狼气也是一丝血 血法师又交了一个TP 那每一次只是逼迫人足交TP啊 但是兽足这边的战损掉的是真的多 好 打完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兽足终于是双五了 但是人足 人足即将双六啊 山丘到六级 血法师到六之后有火凤凰 人足的战力会进一步的提升 倒是兽足到了双六级 感觉战斗力提升的没有人足那么高 好 兽足这个疯狂还是拼命给保住了 非常的不容易 现在依然还是双框 打双框的一个局面 英雄短级 稍微的 人足占一点优势 现在兽足有五级先知啊 三级隐身狼 过来侦查一下 这里考虑要不要出个飞机啊 确实飞机反应一下 好 人足飞机继续过来侦查 发现兽足这个飞框暂时没开出来 现在兽足是飞龙 没有升三本啊 二本飞龙 差一点意思 如果是三本毒飞龙 那会比较强一点 血法师 差个二十四点经验值倒六 六级之后就有火凤凰了 现在两个英雄 状态补的差不多 又可以往外进攻了 拆一下对方的飞框 这个时候兽足也过来拆你的飞框 人足这边的塔不多 赶紧交TP 那兽足要硬拆吗 老牛找好位置 三级冲击波一冲 这个时候哇 吹一下 抽一下篮 正面兽足你打不过呀 血法师六级 火凤凰直接招出来 这里人足进攻非常猛 兽足直接冰白炉山倒了 火凤凰一伤 这边泉越身上有火 山球敲个立板 对方掉血相当的快 现在正面好像不是一个档次了 兽足还想开分框 这个时候人足 如如如无人之境 分块拆分块拆 兽足要不要跑家了 兽足终于意识到 这正面真的不能打呀 还是跑家好玩 兽足好像觉悟的稍微有点晚了呀 刚才的话 自己即将四框的时候 如果各种跑各种跑 那人足早就被耗死了 兽足觉得我自己巨大的优势上那么多框 我就不信我正面打不过你 我兽足号称就是打正面的众足 结果真没打赢 这里疯狂撒粉 找一下对方的一个位置 兽足这里看看两个群补 还想打正面 还想打正面 两个群补 山丘上来一个锤 然后敲个地板 这边血法师想杀血法师 血法师有一个虚无 保一下自己 后面的话火枪疯狂输出 杀对方的一个狼奇 上来一个冲击波 三戒隐身狼 杀杀对方的一个山丘嘛 山丘差不多又可以变身了 血法师身上没什么蓝 这边双方四个英雄都没什么蓝 老牛又吃了一个蓝瓶 好吧蓝瓶一吃 这一波兽足正面打的还是很不错 把对方的火枪消灭的差不多 就趁对方双凶没有什么蓝的时候 疯狂发挥 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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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保命道具 这边来一个虚无 靠血法师保一下 靠血法师保一下 这里血法师又给山丘递了一个血瓶 哎呦 这一波兽足差一点就能翻盘呀 可惜没有把山丘给杀掉 三级隐身狼疯狂输出 现在人都说我到家了 你还敢追吗 这边再追的话 你这人经验值 我都一点也不客气 全部收掉 好 刚才那一波团战 兽足依靠两个群补 成功把人足后排的一个火枪 还有男女物给处理掉 再加上啊 人足双英雄没什么蓝 差一点被A掉 这个时候 哇 兽足又把这个分框给开了出来 兽足这一名兽足确实翻开分框啊 有一点心得 一不小心分框就开出来 这里继续开 那人足也是意识到了 赶紧撒粉侦查一下 血法师 这里疯狂拆 山丘的话 买个无敌 确实没无敌不行 对方这个狼气数量有点多 普攻过来准备采矿啊 但是这个分框有点危险啊 兽足要守吗 我们看一下 先知在这里思考人生 老牛选择和对方对拆 这个框还是守不住 马上被拆掉 老牛 先知为什么不来啊 先知身上想保这个点吗 好 这里过来一看 人足也在疯狂的补塔 老牛冲击波一冲 哇拆拆对方的一个建筑 这里的话要第一时间把这个圣塔给解决啊 圣塔解决之后 老牛就没有后顾之忧 这里小农民赶紧修啊 先把这个塔给升起来 哇大气直接被射爆了 老牛往后一撤 人足直接交TP防守一波 这波人足 人足正面是真的强啊 兽足就一波好像打赢了 后面都没打赢 这个分框又成功被拆 现在兽足的话 哎 又两个分框了啊 这个分框刚刚开始运营 牛现在离五级离六级差一点距离 人足现在是正面很强 但是机动性有点差 每一次被迫交TP 经济本来就不太好 疯狂交TP 那幸好是正面比较强啊 正面的话兵死的不是很多 好先知五级了 三级隐身狼继续招出来 看看有没有机会抓一下 人足绕单的一个单位 这边的话抽一下老牛 老牛没有蓝 身上也没有蓝品 这里想继续继续冲一下 人足的后排 闪电链来了 这一波闪电链 人足有点扛不住 赶紧往后拉扯一下 山丘帮自己的单位断一下后啊 得找个理会敲个地板 然后掩护一下自己的兄弟姐妹 往后抽 薛法师薛法师看看 哎 小杀老牛 老牛能杀掉吗 先知过去交了一个大雪 大雪一交 老牛立马自信来了 继续去疯狂追杀一下 抽一下篮 这里想杀一下薛法师 薛法师关键是 可以给自己来一个虚无 现在还是保一下自己的火箱 还有这个女巫 这里的话 女巫一个减速 哎呦 大气这个游泳 又被疯狂收割 打完这一波山秀 即将到七级了 薛法师离七级也不远了 这个时候赶紧买一个TP 现在的双方我们看一下 这里血法师招一个火凤环来拆兽组的这个分框 现在三框 双框 打人族的单框 但兽组有一个框的话 虽然说开出来 但运营效果其实一般般 好 山丘到了七级 七级山丘 哇 这正面兽组更加没得打了呀 怎么办 看看有没有机会老牛到六级 老牛要不要去洗个点啊 也洗个台里板 哇 然后上来见面就踩晕这个英雄 然后把它秒掉 这个时候受阻好学会了 我再也不能够裸框了 还都是造点塔 都造点塔 那人族过来拆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受阻正面还是要守 老牛 买了两个蓝瓶 两个蓝瓶 充击波 无限充 又是充对方后排的小胳膊小腿 先知 先知身上的话 这三公爪的先知 哇 见面老牛被捶晕 后面的话三姐隐身王过来 人族要不考虑不出兵了吧 就两个英雄来打吧 这边火枪还有男女 阵亡速度很快 山丘的话 敲地板 大技阵亡也很快 这一局真的是双方英雄 各种出彩 双方的部队小弟们各种难受 这一波打王我们看一下 兽族的话 双英雄技能用的差不多 这里人族男女 死的也差不多 就剩下三个火枪 好 隐身王过来补一下伤害 山丘太猛了呀 现在兽族双英雄不敢靠前 山丘有点猛 这里有个小炮 嘴截一下 抽一下来 山丘要不要变个身啊 山丘好久没变身了 老牛到六级了 老牛到六级 死猪不怕开水烫 有种你揍我 你把我打死 我满血满蓝复活 这里直接把对方的先知先给怼掉 先知你怼 看到你老牛我不想逗你 我赶紧跑 山丘突然感觉不服 哇 同样都喜欢敲地板 我干嘛要怕你 好 这里小尾消耗一下位置 这里的话火凤凰也过来助战了 火凤凰先把对方的隐身狼给干掉 这里 人族 有准备好杀对方两次吗 好 先杀一次 复活 这边再杀一次 有四根塔 山丘身上的蓝够不够 见面的话一个锤 可以的 然后血法是再抽一下 哎 还真的有机会杀对方两次 这边山丘各种卡位 各种卡位 老牛瞬间空蓝 这边的话 山丘山丘好 好有蓝了 一个锤 老牛 好像没了 这一波六级老牛阵亡之后 收阻就没了呀 哇 这一局 前击双方各种打经济 打到后面就拼英雄技能 但是山丘告诉你说 哇 还是比较猛的啊 好 我们看一下 现在火凤凰再加上人族双七的一个英雄 拆打的速度非常的快 这边经济的话 收阻 哇 双英雄直接买了出来 这个经济太好了吧 两个六级英雄直接买出来 这也将近花两千块钱吧 人组开始扩张了 人组说 我的第二遍分块终于要开出来了 山丘继续敲 这三级血法式的抽篮 三级抽篮是真的吗 山丘基本不缺篮 这七级山丘不缺篮 真的是让人瑟瑟发抖 这一波 受阻的分块还想应手 看看能不能守住 这一波要是守住了 还有机会打 守不住就直接给给了 上来见面 还是杀对方的一些难物 看能不能杀山丘 山丘撞的不是很好 山丘敲个立板 就得继续抽 哎呦 这垂一下抽一下 老牛立马就空篮了 好 人组又开始各种打拉扯了 血法师给自己的山丘补点来 山丘天神下反 血法师给自己来了一个虚无 哇 山丘八级了 八级山丘 受阻打出了机器 我们恭喜人组一毛饭 我这一句的话 人组告诉你 硬碰硬 我怕谁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